一間道館除了是道女聚合參道的宗教場所之外 更可以發展成為給遊客 和市民參觀游覽的道教聖地 這樣就可以讓更多人認識道教的傳統文化 屯門的青蟲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今集的原來在這裡 我們就和大家去那裡逛逛 還會嘗嘗青蟲館的齋菜 出發 Ruby 什麼? 開工了, 你還在玩相機? 你現在才看稿 什麼?你說的, 今天可以滿足我 又如工作又如娛樂 是這樣的嘛 沒錯 其實只要你來到我們身後屯門的青蟲館 還可以治好你的肚子 好, 有東西吃, 快走 走吧 你別這麼心急, 我們雖然餵食 但也不能這麼明顯, 觀眾會笑我們 那倒是, 難得進來屯門青蟲館 還是到處走走 Ruby, 其實香港的道教宮館 這麼大大小小, 都真的有很多間 但是以規模來說 這間青蟲館絕對是數一數二 對, 他們建築建築和道教的文化 很有關係 進入大門之後, 就會去到寧觀殿 然後我們再進入, 就會去到其他殿雨 而在寧觀殿裡面所供奉的 就是道教的守護傘 其實那個意思就大概像我們現在 去到一些現代建築 首先會經過一個守衛 不過, 寧觀殿的位置也很講究 不是亂起的 寧觀殿裡面所供奉的是黃寧觀 正確來說, 是道教護法奸壇的神靈 所以我們通常見到的神像 表情都非常威武 紅色臉, 鬚品高高地翹起上來 披甲旁, 正對山門 我們經過了黃寧觀殿 就來到純陽寶殿了 這裡不單是青蟲館的主殿 還是整個青蟲館建築的中心 而在金碧輝煌建築危惡的純陽寶殿裡面 就供奉著呂純陽祖師 黃寵陽祖師 和邱祥春祖師 和邱祥春祖師 都可以知道他們的發展源流 你知道, 香港兩個最大的道派 分別就是正一道和全真道 而青蟲館這裡就是屬於全真道 而全真道其中兩位創派的祖師 當中就包括了黃寵陽祖師 另一位就是呂洞賓 道教還專稱她為呂祖, 呂純陽祖師 道教專奉全真道五位創派祖師 為北五祖 而黃寵陽祖師的七位徒弟 就被尊奉為北七真 北七真之一就包括了邱祥春祖師 他也供奉在純陽殿裡面 邱祥春祖師, 又名邱楚姬 其實關於他也有不少故事 包括當年成一絲漢問邱祖如何治理天下 和元太祖自以苦乎和洗書 命邱祖掌管天下道教等等 說一天一夜都說不完 其實有時候聽多些這些故事 不僅可以對道教的內容有更多認識 還可以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知道很多 當然了, 道教在中國紮根楚幾千年 其實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道教的文化 可以說根本分不開 有時候只不過是我們沒有留意 就好像黃重陽祖師 很多人只以為他是武俠小說裡面的人物 但他們沒有想過 為何以明朝為時代背景的武俠小說 會有道士出現呢? 其實就是因為明朝是道教發展史裡面 最鼎盛的時候 也是,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對道教不太認識 你說, 如果一間道館 不僅可以讓別人 只是進來拜神祈福這麼簡單 還可以有更多地方讓人逛逛 可以讓人吸收新鮮空氣 我肯定可以吸引更多人來到這裡 然後對道教有更多認識 就這樣說, 我們現在四處走走 吸收新鮮空氣 也吸收多點知識, 好嗎? 走吧 Ruby, 神像不是應該在裡面嗎? 誰說這是神像? 這是侯寶門道長的法相像 不過這個法相像放在這裡 就證明它非常重要 而且對於青蟲館的發展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青蟲館是由多位來自廣州 來到香港的智寶台弟子 匯合了香港幾位務道之士 在半個世紀之前所創辦的 他們初初 只是在九龍偉程街的一個單位開壇展教 1950年 侯寶門道長開始參與籌見青蟲館 還將善業定為壇舞推展的重點 本住一個行善的心 當然道舞就越做越好 幫到不少的人 但是地方就開始不夠用了 去到1960年的時候 侯寶長就和他一群弟子發現了 在青山這塊地方 有一個這麼適合興建灌展的地方 不過開頭不夠錢的 興建到一個這麼宏偉的建築 是侯寶長和他一群弟子 用了十年時間去建設的 真的要摸清楚這裡的一尊一雅 因為這裡全部都是侯寶長和他一群弟子 努力的成果 說真的 努力的話 別人就一定會看到成果 就像你今天這麼努力 我們的導演也看到你的成果 所以就說現在我們可以去吃飯 試試這裡的齋菜 好, 好像是那邊 你很厲害 一說到吃你, 特別漂亮 當然, 找食物靠鼻子, 走吧 走吧 看看你的鼻子有多漂亮 好感到, 這個是鳳梨喉頭菇 那你也知道, 看看你還聞到 女兒, 還有什麼菜我們來吃 我還聞到燒賣半蝦餃 青蟲大石斑 還有就是… 金牌滷肉 腰果雜金 還有這個發海蒲團 道通天地的女食神 真是當之無愧 別說那麼多了 介紹完給大家知道 馬上嘗試吃吧, 好嗎 你想吃哪一個 我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對, 她的樣子做得像肉 但其實是菇, 對吧 我先嘗試 質感也像 應該會這樣 對 很奇妙 很爽口, 咬下去的感覺 而且很甜 不如我們嘗試燒賣半蝦餃 對, 喝茶喝得多, 對吧 你吃蝦餃, 我吃燒賣 可以 好 好味道, 裡面有很多蔬菜 我這個燒賣, 裡面也有很多蔬菜 很多菇類 吃下去, 反而覺得很清 對 沒有那麼肥膩的感覺 對於這個魚很有興趣 好啊 做得非常漂亮 好, 我們要 你嘗一下魚 不如在這邊 我就嘗一下這邊的腰果雜感 好嗎 好啊 我看到有帶子 但不是帶子, 對吧 那究竟是什麼呢 儘管讓我嘗一下 很美味 變樣了, 你還可以蘸醬汁 而且它的皮做得脆脆脆的樣子 讓我嘗一下這一邊 大家也看到了 不知道味道, 還掉了 但樣貌就十足十足了 大致 有時覺得吃這些齋菜 除了覺得好像在吃肉之外 它的藥外觀很精緻 譬如現在這個金牌滷肉 它真的有這麼多層次 對, 又有肉的肥膏 各樣東西, 對吧 這個質感更像這個 對, 更像吃肉, 對吧 然後我們要嘗一下養顏之選 沒錯, 因為我看到裡面有什麼呢 首先看到有雪椰 雪椰 對 還有野生的竹生 是 好 這些都是養顏的 所以一定要吃一點 我亦不顧自己的耳用 對 就是養顏的 當然我們會繼續努力地 將這裡的食物 兩個人吃光 各位其他同事 大家先等一等 吃吧 很好 我平時可以說是無欲不歡 不過這裡的齋菜式 又沒有令我覺得 好像吃素一種比較單調的感覺 這個鳳梨喉頭菇 簡直是我的最愛 她的菠蘿味酸酸的 令射醒胃 是的, 青蟲罐這裡 是否絕對可以滿足你 如工作於娛樂這個想法呢 還可以照顧你的肚子的願望 是的, 謝謝阿祖 不用多謝我 其實真的要多得青蟲罐而已 它不僅滿足了你的需求 它還不斷努力去服務社會 滿足大家的需求 我知道青蟲罐的一群弟子 一直以來都沒有間斷過 做一些社會善業的 人的生老病死就是必經的階段 所以青蟲罐自六十年代開始 就已經興辦了青蟲安老院 到今時今日 還在元朗屯門天水圍設有 安老院和老人服務中心 為區內的老人提供護老服務 康樂和健康教育的服務等等 Ruby, 如果你這麼不幸 病了又剛巧在經濟方面有問題 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自從青蟲罐創辦以來 他們已經有中醫的鎮醫服務 到了現在他們有兩間西醫診所 也有兩間中醫的藥鎮診所 不僅如此 他們還明白到 教育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現在已經開辦了 及共有七間的 幼稚園、小學和中學 其實他們做這麼多事 都是想大家知道 道教行善的思想 務求可以用自己的行為 令到大家知道 道教是一個怎樣的宗教 還要告訴廣大的民眾 不僅是用行動 還可以用道教學術思想的推廣 這幾年青蟲館 在這方面非常努力地發展 譬如說他們所創辦的道教學院 已經成為了香港第一間專門研究 和教授道教文化的學術機構 而且他們還舉行了很多世界性的道教學術文化的交流活動 說要把他們的文化學術文化 那當然要不斷傳承下去 雖然這一集的原來在這裡 就到了最後一集 我相信大家會一樣留意身邊的中國傳統文化 沒錯, 因為你和我和他 大家都是中國人 那時間到這裡, 各位朋友 再見